嗨,大家好,我是卷卷,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要来制作江苏如糕的磷子潮糕,磷子潮糕其实就是桂花米糕,它是由桂花、鸡米粉、糯米粉、糖、蒸汁而成,这是它的表层,可以看到表层刀切纹路非常的清晰,这是底层,可以清晰的看到桂花, 它的制作方法跟蒸松糕的方法差不多,但它的湿度比松糕要大,而且蒸出来厚度没有松糕厚,真正是做到了出笼不粘,九磅不屑 我今天在家里其实是做了两块,这一块上面放的桂花要多一点,这一块上面表层我们有放多余的桂花 桂果本身是那种特有的桂花清甜加上金米跟糯米的香甜 吃在嘴里呢,又是非常的松软,不粘腻 我来把这个近距离的搬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刚蒸出来炒糕其实是最好吃的,如果放凉之后大家可以选择微波炉加热或者再复蒸的方法 在家里面制作的话,糖的用量跟桂花的用量可以根据自己决定 好,那我接下来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如何在家里面制作这一款非常好吃的乳高传统的林子炒糕 我们需要180克的糯米粉,180克的粘米粉,80克的白糖,干桂花,凉水 先把干性材料过筛 加入米粉 白糖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干桂花是现在比较大的花状颗粒 我准备用手轻轻的给它碾碎 最后表面晒不下去的是这个干性的桂花 没有关系,我们把桂花取出来 接下来我们要把水缓慢的分次加入这个粉状里面 用手进行调和 然后对它进行揉搓 把它盖起来静置20分钟 准备蒸笼T 网纱 一个圆形的可脱膜钢圈 放在网纱上面 接下来我们准备筛粉 这是一个非常考验耐心的环节 借助手的力量 进行筛粉 我们用刮刀 给它表面轻轻地刮平整 撒上之前我们筛下来的干桂花 在这个潮膏的表面 用刀片刀子或者切刀都可以 在它的表面 进行切割 不要一口气切到底 我们就把它放在已经烧好的热开水蒸锅当中 蒸10分钟 中火蒸了10分钟之后关火 先不要打开它 让它再焖15分钟左右 焖了15分钟之后我们开锅 扑面而来的桂花香 用一个擀面杖 沾一些红色的食物染色剂 给它表面搓几个红色的圈圈 给它表面搓几个红色的圈圈 稍微放凉之后呢我们来给它脱模 放开锅 一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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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